海魁颱风最新的资讯以及风雨的状况又是如何 马上交给气象主播周围宣告给我们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海魁颱风的最新动向 它目前的速度是比我们预期当中还要快了许多 原本是预估可能最快在明天清晨的时候 它才会出海 不过就在今天晚上八点钟的时候 它已经从高雄这边出海了 所以等于它现在是进入到了台湾海峡 而且它的陆上警报的警戒区也有开始缩减了 目前是在台中以南地区 还有宜兰花莲以及澎湖金门 至于海上警报依旧是存在着 那千万不要以为说它出海了之后 对于我们台湾的风雨就会减少了 现在目前在中南部已经感受到 它非常强烈的雨势了 因为它的整个外围环流都还是会持续的 为中南部这边带来明显的降雨 当然东半部依旧是雨势非常的明显 包含在花莲地区仍然是持续发布了超大豪雨 像是今天在花莲的玉里镇 已经降下了超过了500毫米 甚至中南部现在也可以感受到 雨势一波一波的出现 持雨量有来到40到50毫米 而东半部依旧是持续存在 而这样子的降雨情形会一路会影响到明天一整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明天的东半部 还有南部地区仍然是要特别留意 明天的风雨依旧是很大 那么目前看起来这个台风对于台湾的影响 时间是有拉长的 明天就是星期一了 已经有非常多的县市宣布停班停课 不过就有气象专家特别警告 即使海魁它的中心已经出海了 但是它的外围环流仍然是非常暴力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佑璇 好我们就来看到 其实当时这个海魁台风 它在要登入台东东河的时候 它的强度是非常的强烈的 而且它的中心结构很扎实 等于说它要登陆的时候 是以中台中线最巅峰的时刻 来登入到了台东 那么它进入到了台湾的上空之后 就会通过了中央山脉 也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所以目前看起来 它的强度是有略微的减弱 而且暴风圈半径也有慢慢的减小 但是如同刚文岳所说的 千万不要以为它出海了 就能够掉以轻心 我们来看到 其实在明天如同我刚所说的 也就是东半部还有整个中南部地区 依旧是降雨的热区 而且都是有发布了这个大雨 甚至是豪雨等级 所以明天依旧是不能够掉以轻心 尤其明天在吹南风的关系 所以也会带来非常强烈的雨势 那我们要看到 其实到了礼拜二 还是受到了海魁台风 外围环流的影响 但是随着它逐渐朝着大陆方向来前进 当然在礼拜二的降雨 就会略微的减小 接下来到了礼拜三到礼拜五 全台湾还是受到第二代的环境 但是海魁台风就已经远离了 所以接下来到礼拜三礼拜五 降雨才会逐渐的趋缓 那么目前气象局预估 可能会在明天礼拜一的时候 傍晚才能够脱离整个海魁台风的暴风圈 那么是不是依照这个路径来看 接下来又是要直扑大陆了呢 我们再请右旋告诉我们 好我们就来看到呢 这个海魁台风的路径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变 而且呢它已经从高雄这个地方来出海了 那接下来它进入到台湾海峡 受到它整个导引气流非常不稳定的关系 所以它的速度又会再放慢了 那照着现在气象局的路径来看呢 它就是会在礼拜二的时候登陆到了大陆福建一带 那么如果真的是照着这个路径上面来走的话 最快有可能就是在明天的下半天 就会解除本岛的路上警报 接着呢如果说它的澎湖这个地方呢 在明天的风雨也会非常的大 因为呢海魁台风会从它的南部来经过 所以澎湖如果要解除路上警报的话 最快会是落在明天的傍晚 不过呢由于它呢持续在这个台湾海峡的部分 所以解除海上警报 可能最快要等到礼拜二 明天呢依旧是东半部 还有整个中南部降雨的热曲 民众不能够钓鱼情形 民众不能够钓鱼情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